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七至四十节 有些杀都该人来见耶稣 这一派的宗教领袖 一向宣称没有死人復活这回事 他们提出这个问题 老师 摩西给我们这样的律法 如果一个人死了 留下妻子 无儿无女 他的兄弟就应该把那寡妇娶过来 替兄弟生孩子 延续他的名字 那么 假设有七兄弟 老大结婚后 还没有孩子就死了 老二把寡妇娶过来 但他也死了 后来老三又娶了他 七个兄弟都是这样 无儿无女地死去 最后 那婦人也死了 请告诉我们 到了复活的时候 那婦人是谁的妻子呢 七兄弟都曾经娶过他 耶稣说 婚姻是为今世的人而设的 但在将来的世代 那些配得从死人中复活的人 既不娶也不嫁 他们再也不会死 就像天使一样 他们是上帝的儿女 是复活的儿女 至于死人会不会复活 就连摩西写下的那段 有关经济燃烧的记载 也证实了这件事 阿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死去狠狗之后 他称主为 阿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 所以 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 而是活人的上帝 因为在他眼中 他们都是活的 在场的一些律法教师评论说 老师说得好 于是 没有人再敢考问他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什么可留到永生 我们有没有活出复活的生命呢? 亦或是安于今世? 上帝赐给人的生命 有现世的生活要好好地过 也有永生复活的生命 不容忽视 现世生活 包括柴米油盐 家庭儿女 婚姻产业 金钱财富 成功与理想 都是上帝赐给人 甚好的礼物和恩惠 值得珍惜重视 倾力经营保守 甚至摩西律法 亦都非常重视这些 现世形生的细节和规则 杀到该人 就用摩西五经 关于夫妻关系 以及传宗接代的问题 来质询复活的生命 和伦常关系 这个问题 对人在江湖 仍仍逆逆于 现世生活的人来说 可以说是 如无古神中一样 使我们不能不停下来 想一想 我们日常 看为最重要的 安居置业 钱财物质 甚至亲人情爱等感人 至深 难捨难离的种种 原来到了复活的一日 都不再重要了 那人生在世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什么可以留到永生 才可以在复活的日子算数呢? 除了努力今生 我们有没有以活出复活的生命为首呢? 除了传宗接代 我们有没有注重传福音呢? 除了建立自己的家庭事业 我们有没有以上帝国度的事为念呢?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